我的灵魂请赞颂上主 请你不要忘记祂的一切恩宠 使祂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迁 使祂医治了你所有的创伤 各位教友 天主虽然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灰土造成的 但是仍然给我们带了 仁慈和爱情的冠冕 我们静下心来收敛心神 虽然我们不配 但是天主请我们 让我们来到祂的餐桌前 与我们同桌共餐 让祂认识我们 让我们也认识祂 彼此靠近形成一家得以共荣 我们简短地请察己罪 祈求天主的恋爱 一百块钱跟一块钱很久都没见面了 有一天他们两个见面了 一块钱问一百块钱说 老兄啊我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你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你去哪里了 一百块钱说 最近我过得挺好的 我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赌场 又去了加勒比海坐邮轮 我还去了高档的纽约的 梅西百货去溜了一圈 你怎么样一块钱 你老兄我也没看见你了 你最近怎么样 一块钱慢慢地讲 还是老样子了 一直待在教会里出不来 十年前你奉献的是一块钱吧 十年后的今天是不是还是一块钱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日子过得太惨了吧 但也许可能是你的日子过得很好了 但是你奉献的还是那一块钱 不过一块钱最幸福啊 因为他不用老折腾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 我不知道是谁教导的 还是就是有一种氛围 就觉得教会里边的人 都是规规矩矩的 比较保守的 传统的 好像能力也比较一般的 但其实这是个误解 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更懂得 人生是天主给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我们要用这一笔财富 尽可能地赚取更多的 尽可能地去拼搏 尽可能地去赚取 尽可能地去 说白了叫折腾 我知道有很多教育非常有本事 在自己的领域内 恭喜你们 把天主给你们的卡冷通财宝 完全地让他 钱生钱 能力生能力 本来天主只给了你一个 你把这一个让他生出很多个来 你就知道 在天主那里 是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是希望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和光彩的 赚钱不丢人 等着别人给钱才丢人 赚钱不丢人 贪钱丢人 赚钱不笨 贪钱才笨 教会从来没有说过 赚钱有问题 教会只提醒我们 圣经里只提醒我们 钱财本身是无害的 直到有一天 你崇拜他 你视他为天主 你没有他不活了 你所有看人 跟人交往的尺度 眼光全部是钱的 那个时候就坏了 刚刚听到的福音 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 各位教友 你在你的本质上 你在你的才能上 发挥是没有 没有上限的 没有够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天主给我们的才能 原本就没有够的 我们的才能越多 发挥得越好 为我们自己 为别人 为整个社会 都是更有用处的 所以神父不愿意 大家做一块钱 只在教会里待着 每天念个经 参加弥撒 每个主日来 满足了 不是 你要周游世界 你要去看 你跑的地方越多 接触的人越多 经历的事越多 你可以帮助到的人 就越多 钱不能只是自己的 有一句话说得很难听 不很有意思 钱是王八蛋 没了再去赚 钱一定要去赚 一定要去花 一定要让他滚起来 动起来 没有一个人富有 是因为攒钱富有的 都是赚钱变得富有的 你们各位有很多 比较有钱的 你想一想 你的钱是怎么得来的 当然节省是一个 但最重要的不是节省 不是怎么存 是你怎么赚它 所以让钱 生钱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它动起来 但是也有人为了保平安 所以就不动 刚刚我们听到 领了五个的 领了两个的 领了一个的 首先这个塔冷通 英文一个词叫做 talent 就是天赋才能的意思 就是从这里来的 希腊文的塔冷通 意思就是钱的意思 这一个塔冷通是多少钱呢 一个塔冷通是 一千个德纳 一千个德纳是多少钱呢 当时的人一天赚一个德纳 那你想一下 这一千个德纳 一个塔冷通 那就不得了啊 那五个塔冷通更厉害了 所以虽然是一个两个五个 但是很多的意思 这五个又生了五个 两个生了两个 那真的是不得了 圣经上说呢 那领了五个和领了两个的 他们立刻去用来赚取 立刻 没有思考 马上就去 那领了一个的 他还想 我要怎么办呢 怎么方法是最好的呢 他还想了半天 他想了半天 想的却是最坏的方法 因为他认为 最好的方法 就是什么都不动 把这一块钱 原封不断地再还给老板 这是一种人 这种人说的是 当然耶稣讲的是天国 讲的不是赚钱的事 一个人 应该在天主面前 怎么生活 应该如何看 天主赏给他的一切 他的生命 他的财富 他的婚姻 他的孩子 他的家庭 他的才能 他的时间 他的人际关系 他的所有 是耶稣让我们 以正确的眼光 来看待 所有的这一切 所有的 都首先是赏的 然后才是我们赚的 如果不赏 就不可能赚 没有本 哪来的利呢 可是这一个 领了一个的问题 就在于 他认为生命 我们很多教友 也有这种想法 有一个教友给我说 神父你带教友 老师读圣经 我看他们也没有什么成长 那有什么用啊 你念门到圣经 有什么用啊 还有参加这么多活动 有什么用啊 你看到这个想法了吗 这个想法就是 一块钱的想法 每天本本分分 做一个简单的人 不就够了吗 这个想法 不算是坏 但是绝对 不会被天主悦纳 为什么 因为他想不到 天主给他的 是多么丰厚 他想到 他把这一块钱 埋了起来 等于是 只是为自己用 而自己也用不上 你看这两种人 一种是做梦的 一种是警醒的人 在长年期的末尾 都要提到警醒 五个两个的人 都是警醒的人 他们马上 就把天主的 所给的一切 带出去 带出自己之外 那领了一个的人 是做梦的人 他不是警醒的人 他没有把天主 给他的 带出自己之外 他留下来自己 而且自己也没有用 只是放在那里 不动 这个是做梦的人 不警醒的人 在长年期的末尾 教会提醒我们 要做警醒的人 就是不要做 不要做做梦的人 要走出之外的人 要把自己所有的 拿出来 让他生的更多 让别人也可以分享到 所以什么是好教育 就是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成长 不停地参加活动 给自己足够多的机会 让天主原本给的一个 两个五个 赚取更多的人 原本的一块钱 可以周游一圈 成了一百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人生说白了 就在于折腾 折腾 折腾 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灵性上 灵修生活上 太过于安静了 太过于保守了 太过于什么都不做了 太过于保平安了 灵修生活上 没有保平安这个讲法 你认为的平安 是假的平安 根本不存在 你认为的平安 最后将来颗粒无收 所以去读经吧 去参加活动吧 去把自己 抛在很多陌生的领域当中 在灵修上 让自己的灵性得以成长 如果你十年前 你在灵修上所做的事 跟现在还是一样 神父问你 你这十年在做什么 也许有的教友 特别是年轻年的教友 你老一辈的人 还知道怎么念经 你还知道会念二十段经 到下一代 可能我十段都不会念了 力也没有 本也没有了 可是我也认识很多教友 原本认识他们的时候 就是在灵修上 跟普通人一样 要那么多做什么 不要做坏事 赶粘理进堂就够了 就这种想法 可是现在变得非常不一样 他们在灵性上 很渴望往前走 找方法充实自己 找方法认识那一位 在圣经里边 启示自己的天主 原本在灵修上 看起来非常普通 一块钱 现在成了二十五十一百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 灵修上在折腾自己 所以你原本认为 你那个灵修 原本的那个信仰 你以为不动 就能保得住吗 根本保不住 不论是你住在哪里 都保不住 你各位教友 好好的折腾吧 我知道你们在 你们的专业上 特别能折腾 有的人没日没夜的 连主日都不休息 连瞻里都不休息 你有点过分了 但是神父还是 欣赏你的这个态度 非常进取拼搏 可是在灵性上 我们很多的人 反而没有这种渴望 甚至我们 我们觉得 因为在另外一方面 非常成功 让自己有安全感 所以在灵修上 反而也觉得 灵修上也安全了 不要骗自己 你灵魂的状态 你自己最知道 神父不用教你 在你的专业上 你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读福音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在这个世上 要生活 要能够成为 善良中心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 要做 值得做 有一个木匠 建房子的 要退休了 老板说 你这么好 我想留住你 但是你执意要退休 我也留不住你 所以这样好了 给我一个面子 你就最后 再建一次房子 给我吧 因为他已经 执意退休 所以他最后 建房子的时候 就是敷衍的 草率的 不认真的 无所谓的 反正是 又不是给自己住吗 等房子建好了 那天 老板很开心 夸他 感谢他 这么多年来 为这个公司付出 老板就把房子的钥匙 给他说 好了 这就是对你 最后的奖赏 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他非常后悔 他说 要是我知道这个房子 是给我的 那我一定用最好的木料 用最精致的方法 去建造这个房子 各位 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 说的话 做的事 跟别人的交往 明里的 暗里的 所有的事 难道都不是为自己的未来 建房子吗 有一些在参观 做工的人 反正不是自己吃吗 卫生也无所谓 做工也无所谓 我看过有些视频 很脏的 当然吃饭的人看不到 这是什么态度 你有没有想到 你现在做的 是你未来要吃的 我不是说的 吃的这一口 而是整个的人生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是 给我们的永生建房子 我们将来要住的 正是我们现在要建的 所以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比喻里边 主人并没有 择吃这个 拿了一个唐冷通的 你为什么没有赚两个 或者五个 我们不要比较 主人指责是他 为什么没有赚一个 或者像你这么笨 你这么求平安 最笨的方法 最平安的方法 就是把钱不要买起来 给那个钱账的人 给银行的人 至少回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可以取回来 我是很少见过 有这样子的人 就从来什么都不做 在这一方面 在任何领域 都无所求的 都不渴望的 我是很少见过 不过有时候 我们的的确确有类似的态度 尤其是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做事 想到我现在做的事 我现在服务的人 其实是为未来的我做服务 为未来的我来预备的话 也许你做事的心态 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块钱 还有机会出其流的 如果你在灵修上 还是一块钱 仍然有机会 不要害怕 只要你有意识到的那一天 就不管 你让我们祈求天主 让我们勇敢一点 大胆一点 奥斯丁说 如果你一个人 他大概的意思 如果你跟别人打架 你还没有打就输了 跟你打完了输了 是两回事情 你还没有打就认输 你是懦夫 你打完了输了 你是勇士 天主要我们的 不只是结果 而是态度 是忠信 所以让我们去奋斗 哪怕结局是失败 因为天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去拼搏 去折腾的这一股尽头 只是这个尽头 在世上的尽头 跟永远的尽头 是连在一起的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连准带立 赚回天主的恩赐吧 弥撒里程 是连准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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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连准带的